內供負責的定義 你是有所選擇的 你只要記住輸贏的這一句話 我們關注了什麼了 不關注什麼 非常非常非常有感觸的是成員 嗨大家好我是愛比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近期閱讀到的一本好書 叫做《斜盪青年時劍版》 斜盪青年完全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的副標 叫做《成為內控者建立幸福人生的正下回水》 為什麼想要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 我覺得它其實集結了很多蠻知名的作品的一些思考模式 像是之前分享過的原子習慣 以及深度工作力 或是有一個應該是叫反思什麼 這本書分成了四個章節 前面兩個章節比較是在解剖你的內心 喔這裡名詞解釋一下 內控者的定義是你覺得很多事情的掌控權是在自己身上 它稱之為內控者 但如果你覺得很多事情是外部的環境影響 或是機遇影響的話 那稱之為外控者 所以這本書是在講你如何相信自己是有選擇 然後可以成為一位內控者 那今天沒有辦法完整的介紹這本書 我想要就挑每一個章節 我自己蠻喜歡的一種概念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跳來跳去 但我想說藉由這樣分享 再去思考你自己要不要去深入的閱讀這本書 那我們就進入分享環節 第一章我想要分享的叫做本質主義 大家應該有聽過基建主義吧 就是基建主義就是追求少這件事情 不管是斷捨離中 把生活上的物品變成少 或是把衣櫃變成少等等 但是本質主義跟基建主義不太一樣的是 本質主義它追求的不是少這個字 它追求的是重要 你能不能判別出什麼事情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我那時候讀到這裡我起蠻鴉衣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我不是追求基建主義的人 可是我可以很認知到什麼事情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所以我在想或許我就是書裡面說的門質主義吧 那到底如何判別這些事情對你來說重不重要 你只要記住書裡的這一句話 不是確定的yes 就是肯定的no 我覺得這句話超好用 就是你在生活中 歷經了不同情況 不管是你跟家人朋友的對話 或是你在工作上的一些選擇 其實你只要好好用心歷經了那個過程 你就會知道那些東西是不是你喜歡的 儘管你沒辦法找到你最喜歡的東西 但你一定可以用刪除法 剔除掉那些你知道你不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最喜歡第一章節提到的這一句 本質主義中你應該要知道 你不是確定的yes就是肯定的no 很棒很棒 那我們就進入第二章 也是關於心理的一些夥西 那第二章是關於如何建立你一些信念或是自信的態度 那第二章是關於如何建立你一些信念或是自信的態度 我寧願分享一句話 就是這次之前我有在子彈筆記裡面有唸過給大家聽 很多時候過錯和責任其實並不是對應的 我們的痛苦也許是他人或客觀環境造成的 和自己的行為和選擇無關 但是跟他人或環境並不會帶來任何的幫助和改變 他人也沒有義務要來幫助我們 即使這一件不是我們的錯 讓自己開心起來依然是我們的責任 我自己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常常會覺得 我被工作困住了 我被生活困住了 可是真的有困住嗎? 難道你真的沒有其他選擇嗎?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我那時候工作辭職的時候也想過最壞的打算 如果我找不到下一份工作 找不到自己喜歡的下一份工作怎麼辦 那時候我就轉念 我就覺得 那我就去便利商店打工啊 我去印證便利商店啊 他也是可以獲得薪水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其實不是沒有選擇 而是我能接受的選擇是到哪裡 我自己清楚 所以要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是有選擇的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我覺得我一直都是這樣思考的人 所以可能以前在公司常常遇到很多大家覺得很麻煩的問題 或是不想解決的問題 我就會覺得 不對啊 我們明明就有方法 儘管這個方法很笨 或是儘管這個方法要付出更多的心力 但我們就是有辦法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相信選擇的一種方式 書裡面就寫說 你把你覺得所有不得不的事情一次全部寫下來 然後你就換成我選擇這才的字 我選擇這個東西是為了什麼 就像是我不得不念書變成我選擇念書 是為了未來的工作有更多的選擇 所以當你知道你為什麼選擇這些事情 用這些事情你可以去換取什麼你更想要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心裡會舒坦很多 或是會更願意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很喜歡第二章的這個 就是要相信自己是有所選擇的 那第三章 那第三章其實就提到原子習慣裡面在強調的 當你有了方向之後 你就要去設立目標 去設計計畫 去打造一個系統 去完成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裡面 因為我之前影片拍過的我不提 那我只想要提一個我覺得蠻關鍵的是 你要把問題思維換成目標思維 那它在講什麼呢 很多人在提問題就會這樣講 我討厭現在的狀態啊 那我要怎麼樣才能擺脫它 這叫問題思維 你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了怎麼辦 但是目標思維是什麼 目標思維是這樣講的 我討厭現在的狀態是X狀態 但是我知道我想要的狀態是Y狀態 那到底我要如何從X到Y 但我發現這兩個思維的不同嗎? 一個是它只有現在的問題點 它就問了一個怎麼辦 目標思維是 它知道現在的問題點是這個 它也去找了未來它想要往前進的方向是這個 所以它問的是中間這段過程它要如何去執行 所以在第三章裡面 它講到 當你養成去問自己說我想要的是什麼這個習慣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助力保持在你想要完成這個狀態 你就可以把問題思維轉變成目標思維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在工作上也非常好用 所以分享給大家 最後一個章節叫做建立經歷管理策略 在第四章的一開始就有提到說 其實很多時候問題不是在行動本身 而是在於開始行動 就像拖延這件事 如果你在想著要如何停止拖延 你可能要換去思考成 你如何容易讓自己開始邁出第一步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那在這一章節我想要分享我最喜歡的一個叫做 聚焦在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上 那我分享裡面念到的一句話 它說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能夠掌控的東西 小之又少 我們掌控不了別人的行為態度和想法 我們也掌控不了結果 我們其實有時候甚至連自己的情緒都掌控不了 因為情緒本身就不受意識的控制 但我們到底能掌握什麼 這個世界上我們真正可以掌握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在自己的腦子裡 那就是信念 我們相信了什麼 我們不相信什麼 看法 我們如何看待和解讀 身邊發生的事情 以及注意力 我們關注了什麼 我們不關注什麼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感觸的事情 因為我曾經因為在公司裡面 遇到很多變動環境 就覺得自己怎麼這麼衰 或是就覺得自己為什麼什麼事都沒做錯 卻要面臨這樣的選擇結果 所以在那一段低谷裡面 我是為了世界有長輩的提醒才發現 對啊那些事情我其實根本控制不了 我可以控制的是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開始拍影片 我開始去選擇一些讓自己快樂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歡這裡提到的 很多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發生的本身沒有對與錯 它取決於你怎麼去解讀這件事 你可以負面的去看待 你也可以選擇轉換情緒 去用正面的去解讀這件事 因為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解讀這件事 你要怎麼樣用正向或是積極的信念去看這件事情 真的是端看你怎麼選擇 所以不要再被其他人的情緒給綁架 不要活在那些我們不能控制的事情裡面 而是要把你知道人生很短 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就是2020年 這樣的疫情或是發生很多事情的狀況下 你會跟人知道時間真的很短 所以把握你可以做掌控的事情 然後不要再浪費時間在那些無謂的人事物上面 所以以上這四個很簡單的分享 分享給大家 我自己蠻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 它集結了蠻知名的國外援助的一些思考模式 然後它用蠻簡單的話語去表達出來 我覺得閱讀這本書不難 就是它蠻好懂的 然後蠻白話文 也蠻容易讀完 你就可以去聯想到自己的經歷 跟這個之間有什麼關聯性吧 所以很推薦這本書給大家 因為其實我有它一開始的寫剛青年版本 但是那本其實我好像讀不太完 就是我念了一點點就有點放棄 可是這本是我一看就直接把它看完的 所以算是真的蠻喜歡的 那就推薦給大家 我自己是很喜歡成為內控者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人生是自己選擇出來的 儘管很難真的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去發展 可是當我自己覺得大部分的時間我都能掌控時 我會更嚴肅的去 也不能說嚴肅 我會更重視每一件事情的選擇 不管是對話或是為自己人生負責的選擇 所以這本書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閱讀這件事 可以追蹤我的IG 每天晚上都會有一頁的閱讀分享 那如果還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died 有 Check поряд B� lista 請 I've seen your face and it's